古典红专建筑和独特尖塔 这是丹麦哥本哈根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 就证券交易所大厦 但在当地时间周二 这座400年古蹟却遭注容之灾 讽刺的是就证交所大厦 上面最知名的四龙尖塔 根据丹麦传说 就是为了防止贸易赚来的黄金 免受敌人和火灾侵害 这栋就证交所大楼对丹麦人来说 就像巴黎圣母院 之与法国居民同样意义重大 多达120人包括消防队 以及90位丹麦皇家救生卫队新兵 都投入救灾 另外丹麦商会员工 国家博物馆和许多民众 都来抢救建筑里各项珍贵古董和画作 这场大火从早上八点半 足足烧了快三小时才扑灭 加上建筑屋顶建材势桶 增加灭火困难度 由于旧证交所大楼正在整修 外界也推测可能是施工出问题 导致期货 但警方表示详细原因还有待调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站